Hello 大家好 懒哥又到了 今天给大家讲 今天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丑闻 一个大瓜 这个瓜非常非常的大 是什么样的瓜呢 就是彭帅和张高丽 这样的一个性丑闻 就是张高丽性侵彭帅 那么彭帅是谁的 张高丽又是谁的 彭帅大家现在的话 我们在国内现在已经搜不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张高丽也搜不出来了 因为自从彭帅在微博爆出来以后 然后他的相关的信息 就成为了敏感词 全往在中国国内网络上全往封杀 20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 那么彭帅就是知名的一个实践的 中国的网球运动员 而且是实践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 一度还成为了事件前14名 就是进入了一个局赛里面的一个大boss 就是网球大boss 张高丽是谁的 张高丽如果还关注实践的人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经常以前都会看到过 经常在电视新闻CCTV上也看到过 他出现一些国际社会 就是中共的中南海的正部级的官员 正部级的官员 但是现在张高丽成为敏感词 在中国的网络上是看不到了 就是张高丽性侵彭帅 彭帅自报的 彭帅自己自报的 因为以他的知名度自报的 那报出来以后呢 很快就会删除了 张高丽现在是75岁 彭帅现在是35岁 就七八年前彭帅是被性侵的 那意思是说彭帅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被张高丽给在天津的时候就性侵了 而且还把彭帅还写得非常详细 说整个过程非常详细 说张高丽的老婆是如何配合 张高丽的老婆是在门口看着 如何配合让张高丽去性侵彭帅 而且整个过程写得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有故事感 时间地点人物还有故事中的 非常那个故事情节都非常好 都是就是能够让人联想到这个过程 联想到这个被性侵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发展的 就是这样一个 那么 我们这个问题它其实 并不是一个 什么很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挂 在富联网 在这个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挂 但是呢 放到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内 它并不是少见的 是经常的事情 这种事情 就是中共它是一个 从小 从上面村官到上面的中南海 它都是一级一级的官员 包括一些村里面的 其实如果放在村里面的 村集的就是一普通的村村官呀 他们可能就睡到村里面的那个 某个很漂亮的村官 村妇啊 可能就去把某家人家娶的一个女子 她娶的很漂亮 然后就把人家睡了 就等等 另外呢就是 中国它一个 中共发展出来一个体制 就是一个 地主式的体制 就是一个热肉强式的体制 其实人类的社会 都是一个 曾经已是一度的处于一个 隐瞒时代的社会 就是一个热肉强式的社会 就像达尔文所说的 这个设者生存 但是呢 都发展到今天呢 在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呢 就是 我们 普世价值就是 我们发展出来很多 这个有发展出来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制度 那于是人性来一个 比较恶的方向 在古时候我们可能靠宗教 靠舆论 靠道德这方面去 嗯 去阻止 但是呢 到今天 嗯 我们发展出来 有个法律制度 有个运输法律制度 去规范透明的制度 那么 在中国 这个体制呢 它就不存的 中国也有法律 但是法律是对人来 枪害普通人的 它并不是为了 它是为了让高层的 这些贪官 让这中国体制内 这些人员 能享受福利用的 就是 享受 享受到权力 嗯 美色 还有 财富 而设计的 它主要是为了来 钳制普通人 呃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 在中国啊 在中国啊 在中国这个体制内哈 你只要拥有权力啊 权力拥有了 你想拥有什么财富啊 这些都不在话下 拥有什么美色啊 更不在话下 你看 张高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拥有了权力以后 你看她就拥有了 啊 这彭帅是 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就是知名的一个网球运动员哈 很出名 就是大家普通人都很 觉得她很出名 但是张高丽就表现了一个 让我如何睡掉普通人的这个 我认为的名人的啊 他就是这样一个 给大家 大boss啊 这种呢 而且还是那个 嗯 曾经主导一个修三峡工程的人物 你看 这种大boss 然后做出来的事情 就常有的事情啊 那么啊 这个事情并不常有 那我们呢回过来看一下中国社会这个现象哈 嗯 在普通的地方 比如像派出所的人啊 派出所的那些民警哈 和一般的辅警 然后他们以为自己当了一个警察 然后他们可能回到自己村里面 然后经常就把村里面漂亮的那些 啊 村妇啊 然后就睡了 然后就搞关系嘛 搞到睡的 然后高级别的啊 可能 然后这些辅警啊 上面的 警察上面的 那高级的那些警察 啊 管理人员嘛 他们可能就 那种 什么科长啊 然后 哦 副馆啊 等等的 他们有可能就睡更高级的啊 就是更有明气的 然后更有权力的 更有权势的这些人 就是 之间是一个权力的一个交换 和每次的一下 办死做人 那社会的一个东西就是权力 那权力是一个肯定的啊 因为要统治社会 要 就权力这些东西就伴随而来的 但是另外一个 每次哈 不管你是任何人 你再有能力再强的人啊 还是能力很差的人 你都有一个就是 嗯 很比较 就是性哈 就是人的生理现象 你是逃不掉的 生理欲望是逃不掉的 那么在这样逃不掉的这种情况下 啊 人肯定要找一个方向 找一个方法去把它用了 这种 就是我生理现象 我们肯定 啊 把普通人也逃不掉 任何他也任何高级的 他终于有更多权力的人 他也 躲不掉这个东西 所以说 就是更有权力的人 他把这个东西用的 就是 用的更难啊 他用手中的权力 不单单是去用交换了 他直接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 博的这些东西 对 嗯 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吧 好 后期再见 我们下一期 好 拜拜